國民大會在YouTube上面 有自己專屬頻道 請大家拿起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民進黨真的是壞到骨頭裡了 怎麼說 之前缺雨的時候 到現在中部 都還是沒有下雨 農委會主動發文 給鄭蘭公 希望他們可以起雨 而且他們會派出 農委會的主委 陳其中來阻祭 可是因為這個過程中 被民眾罵說 你太迷信了 農委會在最後關頭的時候 缺席 沒有去了 鄭蘭公拜託台中市長 盧秀苑 趕快來幫忙阻祭 因為他必須要有一個 重要的政治人物 來當阻祭官 沒有想到 盧秀苑硬著頭皮 突然去參加了 事後因為沒有下雨 所以民進黨的議員 現在群起圍攻 大罵盧秀苑 說你是不是敗得不夠前程 真的有夠惡劣 來看一下這一段 剛剛我聽到議員說 古時候 若是我們這個 這個主事者 若是碰到旱災的時候 要去祈福 希望說能夠天降甘霖 那要栽戒 不曉得 市長 前幾天聽說 市長也去 去求雨 市長 你有栽戒嗎 我是硬邀被邀去參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就是出席 表示我們的一個祈福的 這樣子 所以沒有再見 你如果是議員像這樣 你就不要欺負 你說真的 那出席的不就更 那缺席的不就更嚴重嗎 更斑斑的不來 不是說更嚴重 我真的看到有點生氣了 我給大家看兩張照片 這個圖我等一下跟大家說 那一天盧秀燕去的時候 盧秀燕是兩個小時 這個是 有沒有看到 他是跪下去的 然後 因為過去採訪的關係 有跟他收視 你知道他那天跪完之後 他的腳多不舒服 因為他有去開刀 所以兩個小時的時間 他又站起來 鞠躬 一下子又要跪下去 然後這樣的人 你今天在四月跟他講說 你有災界嗎 乾脆問一下 你跟你老公有沒有同房好了 不是 你這四月是什麼水準 平常我不會那麼深淒 你在問什麼 今天是台中市政府造成缺水嗎 今天是台中市缺水而已嗎 台灣其他地方沒有缺水嗎 我們知道除了肥碎水庫以外 台灣二十座水庫 全都沒出水 總統站出來 他講什麼 市長你有沒有災界 那你現場所有的人 我剛剛給大家看到了 三千多個人 大家在那邊騎 沒有去好 你今天議員講說 市長我懂民俗 如果要去的話 再接效果好 所以如果這次沒有的話 那以後可能可以 你用這種方式也OK 居然是抓到了 你沒再見 所以現在沒有效率都列不對 這種議員能被接受嗎 我不是說要幹嘛 我覺得在台中 我是台中人 李天生議員的選民要告訴他 勸他一下不要這樣子 今天之所以會發生這個問題是 沒關係我拿到 我今天太想起了 今天李天生議員 明顯的就是要找一個坑 把你騎坑給你拍看 你今天市長跑去騎嶼當主計官 你也拜託你有沒有嘗試 古時候的這個主計者 他是要栽劍沐浴的 請問市長你有沒有 沒有 難怪嘛 所以你看難怪那一天會 前一天晚上下大雨 騎嶼的當時 居然這個商陽 也就是所謂這個祭典當中的這個 他說商陽飛起來才會下雨 結果商陽掉下去 所以沒下雨 然後騎嶼前一天晚上有下雨 騎嶼之後到一下都沒下雨 這樣可能你的問題 把事情搞清楚 李天生議員我不認識他 我也沒有說要跟他怎麼樣 但是我真的就事論事 跟大家講清楚 第一個台灣是台中市缺水而已 第二個這是台中市政府主辦的嗎 你看看鄭蘭公 他是說是水利署行文去請 你去看中央社報導 你去看所有媒體講好不好 你是台中市議員 你台中市的鄭蘭公辦的這場區域活動 是水利署請鄭蘭公辦 然後中央水利署的署長說要來 陳基仲說要來 就通通沒有來 總統沒有來 院長沒有來 總統跑去哪裡 他跑去看籃球 他跑去看HBO籃球 我也很支持籃球 但重點就是你居然去把一個 腳開過刀不適合一直跪下去的人 他也講說我當副母官 導播現在Cue出這個畫面了 你趕快去刀 趕快講說去刁難 他說你沒有去栽劍沐浴 這議員到底什麼水準 那你要不要去問看看 原來蘇院長跟蔡總 可能也沒有栽劍沐浴 他們就懂不來了 他連去都沒去 我建議不休業市長 今天解釋完就過就算了 以後像這種莊的活動都不要去了 別人都不適合 怕他不去又被罵 重點不是 要說這重點來了 今天如果是台中市政府的事情 台中市政府的捷運要通車 市長不去剪裁說我不去 那你說市長你在幹嘛 這是中央 我再講一次 中央新聞給鄭蘭公要辦的 是幫台灣欺負的 現在誰是台灣的總統 你總統院長不去 然後市長去了 他也是個不太可以跪的人 兩個小時又跪又佔 然後其餘以後現在說沒有下雨 說是他的錯 因為你沒有栽培 沒沐浴 你騙我們一個樓後 樓後就說因為我們中央 他早有這個前瞻 所以我們超間部署 叫那個鄭蘭公去辦 是我們中央說要辦的 怎麼都是你的話 之前不是陳其中 其實陳其中是懂的 所以我剛剛藥州在講 可能我今天有點比較生氣 這根本就是個套路 沒有雨是盧秀燕的錯 然後這個核四要辦去台中 根本就天方夜騰 亂講一通的 也要去秀燕包圍網 然後今天又講說什麼東西都是 職棒沒有 兄弟沒有拿冠軍 也是你的錯 其實我想陳其中他原本也 大家知道他3月7號的時候 有記者去問他說 他也曾經講過了 他說這個東西是 是非常農民很重視的 他也贊同了 可是為什麼最後缺席了 為什麼最後水利署沒有人來 只有台中處的處長去 水利署處長你在幹什麼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主機關 如果中央有官員來 他就不是主機關了 就把他弄成主機關 然後再去 再讓他說你沒有在這部 所以現在沒有下雨 這次還是太好 李天成議員你這好想 你是指什麼質詢內容 根本是什麼質詢內容 民進黨再怎麼討厭盧秀燕 盧秀燕至少把台中 這個慶祭之都的名字 這個標籤撕掉了 現在變成誰有慶祭之都 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的 包括了台南 桃園 高雄 是前三名 知不知羞恥 還這樣用這個陷阱 來構陷人家 陳其邁現在被貼了一個 慶祭之都 陳其邁還改名字說 我要叫陳時斑 然後國民黨議員說 你還是叫陳慶祭好了 但我還是覺得陳其邁 最適合這個本名 最適合他 因為諧音就很適合他 那G邁嗎 我沒講 網友常常叫他G邁 對不對 好好做事 就跟剛剛上一期 我也很少看到危害會這麼怒 因為這太過分了 惡質 這兩個事情不都是一樣的嗎 民進黨好好的事情不要做 都補這裡有的不的 你不覺得嗎 搞這什麼 你這有什麼意思 每天都說我要取什麼名字 我要改名字 你就會好 人就會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我跟你講我跑社會新聞 以前出車禍的 每個上面都有掛行車平安 每個都要去求什麼服的 還不是就是開車不小心 回歸把開車小心做好 回歸把政治做好什麼都好了 陳其邁說要改名字 對不起 他是我好朋友 我真的要好好的跟你講 陳其邁好好做事 不要搞這些有的沒有的 李亞靖就回他了 好你要改陳其邁是吧 陳慶忌是吧 陳時班 你改叫陳慶忌好了 因為你慶忌特別多 高雄現在哪一個沒槍就是丟臉 那再加碼黃明昭 這個是最噁心的 我直接講的 你剛才改黃平安 因為你現在到處 一天到晚在操警察 命缺什麼就名字改什麼 那廖太祥他改成廖昭商 對不起我不曉得環保局長是誰 我真的怕他 我因為他姓張 是不是叫張垃圾 如果照這樣子講 大家改名字就會順了 環保局長改個叫張垃圾 以後垃圾收得順多了 沒意思 我覺得陳其邁最大的問題 是他非常迎合網路 可是真實世界馬路的狀況 他都不管 對 真實的狀況到底在哪裡 你現在有沒有把心放在這裡頭 然後再去搞這些 這也是 沒事就搞這種 在空中然後九黃偉哲 來講一下說要拼 之前拼滷肉飯 現在又要拼滷味 現在又拼鹹酥雞 可是雜物這個我還真不好罵 因為朱大要去參加 真的嗎 朱大回頭是岸 朱大好好的回來做事情 不要去搞這些有的沒有 不是 有些事情 我覺得在網路 推銷可以 但你時事要做 對 你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整個高雄這兩天 你只要一推銷東西一定出事 這不是變成大家的魔咒 對不起 我不是迷信的人 可是有時候警察這些夥伴 鴿子幫的就是會信這些 有時候他會覺得長官 有些都說你不要做了 你每次PK的時候我們就出事 對 你問這些鴿子幫兄弟 這些警察他們會不會在意 會 你看現在3月17號 3月18號 連續一個男子談判 被球棒打到吐血 林元有一個砍殺女兒後自己自輕生 好不好 我覺得整個現在 我為什麼他改黃瓶開 我覺得黃瓶罩最噁心 現在他竟然 昨天已經跟各位有講了 他說我們現在 帶了一群人去找檢察官 跟檢察官說以後我把這些槍 人抓到以後 你一律都給我生壓 對不起 檢察官是你小孩的 你市長比較大嗎 市長大於檢察官 拜託請不要跟我 我們當金總統 連總統都不敢干涉了 是嘛 你竟然可以叫檢察官 疑慮生壓 我拜託你真的震驚做事情 黃明昭 你現在好不容易提供保備 你跳連跳幾級去當這個官 然後現在把整個鴿子幫 搞得烏煙瘴氣 黃明昭改黃瓶案 我跟你講也沒用了 我覺得以前陳其邁 一天到晚都會說的是 韓國瑜又怎麼樣 陸屏沒什麼 這樣怎麼會瞎 陸屏那個誰不會做 陸屏是基本的 對 我們這些 韓國瑜做一些功課 陸屏做得好 需要講嗎 對嘛 這個陸屏 是最起碼的工作 大家都要做 連那個時候 你幾乎被罷免 那個代理市長楊明舟 楊明舟還疑於 陸屏燈亮水溝通 是最基本的 因為我跟你講 陳其邁也講過 陳其邁講過 一模一樣的話 陸屏燈亮水溝通 一般的市長都會做的 而且他上台第一個 就是直接打韓國瑜 8以後8點的會要開 不會跟以前的一樣 類似那種 現在不是也是 陳其邁你做 你以前罵了韓國瑜的東西 你現在全部都要蓋瓜承受 所以你現在 只要韓國瑜講發大財 我跟你講陳其邁講什麼你知道嗎 大爆發 就改一個說法 發大財跟大爆發的差別是什麼 差一個字是一樣 發 發是一樣 他們兩個都喜歡發 請問一下在座 所有國民大會的觀眾朋友 不喜歡發財的Q減1好嗎 不是 本來都是這樣子嗎 大家都支持 但是你當時罵成這樣 結果你現在又換攤不換藥 你那時候罵韓國瑜說 陸屏燈亮水溝通 你現在每天都蹲在馬路旁邊 然後自己還喊出一個叫高高平 結果高高平跟陸屏有什麼不一樣 多一個字 那時候可能整個大高雄地區 陸都很平 你有比較高興 然後人家說發大財 你說發大財 怎麼那麼草包 我講大爆發 這樣子就比較高級 現在連一些財經專家 大家現在都在看說 高雄到底有什麼可以投資的 他就馬上可以跳出來講了一堆 現在5G 我要做什麼 其他全部都是韓國瑜做過的 我今天回來講 這個治安的問題 尤其黃明昭現在 又把所有績效評比抓回來 都是因為陳其邁的壓力 評比 又搞評比 我跟你講 我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台南本來治安是非常好的 以前賴清德跟陳子敬局長 他們就是因為不評比 而且以前不做假案 我跟各位講 那一次有一次 我之前有講過這個故事 ATM盜領的那個事情 在台南完全不吃案 有一個指標是別人提供的 尤其是ATM盜領數據 ATM盜領數據有一天 我去找那個黃忠仁局長的時候 桌上一拿來 你知道那個數據是零 他還想說怎麼可能 ATM盜領數 車手詐騙集團盜領數據是零 假的 所以他就開始去查 回來查完之後再回來還是零 後來我再問說那各個分局為什麼會變零 他說因為我們沒有評比 沒有績效壓力 所以所有的分局跟警察 每個人都很有同仇敵慨 既然長官不逼我 我跟你講我都每天出去見警律 我去查案子 跟這些黑道兄弟警告 誰敢在我家區 我長官對我那麼好 要不要給我亂弄試看看 所以長官不逼我 我變得很有士氣這樣 對 所以所有的車手跟詐騙集團 不敢在台南零 結果那時候誰倒楣 你知道嗎 嘉義跟高雄 做去別的縣市方案 跑到別的縣市ATM去領錢 這個就是鴿子幫 黃明昭你當了這麼久的警察 你懂不懂鴿子幫的心情 他完全不懂 現在績效評比也來了 然後叫檢察官生涯也來了 這種高雄警察局局長 難怪會變成慶濟之都 今天立法院還發生了一個 非常詭異的事情 這個民眾黨跟國民黨聯手 已經通過了要成立 調閱疫苗採購小組 也就是要查到底誰 居中在裡面亂搞 是不是有關說 或者有這個圖利之嫌 沒有想到這個小組 釣魚小組已經通過了 民進黨居然急著 要把它擋下來 到底有什麼黑幕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